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4日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第二个视频 咱们继续关注俄乌战况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先来看基辅 基辅市长要求市民目前不要返回城市 因为局势恶化的风险仍然很高 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总统在基辅会晤 波兰总统杜达在访问波罗姜卡和伊尔平后在基辅说 我对泽连斯基总统以及我们的部长和顾问说 这不是战争而是恐怖主义 在反俄这件事上 除了乌克兰可救赎波兰最坚决 杜达总统还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国家的决定性时刻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的捍卫者们 立陶宛总统老赛达说 今天参观了波罗姜卡地区 人类的阴暗面在此显露出来 普京的战争罪行不会逍遥法外 必须在国际上起诉战犯 请乌克兰保持坚强 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卡林可汉 访问了基辅西北面的小战布查 他说乌克兰是犯罪现场 一旦布查事件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时 独裁统治者们将如何面对全世界比喻的目光 随之而来的一定是铺天盖地的制裁 泽连斯基总统说 强奸婴儿的俄国占领者的身份已经确定 他说在最近获得解放的乌克兰地区 已经记录了数百起强奸案 其中包括未成年女孩男孩甚至一个婴儿 他说这个人的身份已经确定 他是来自普斯科夫的俄国士兵拜奇科夫 他将他对婴儿所做的事情的视频发给了战友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嘲笑婴儿的 对婴儿能干出这样的事真的是禽兽都不如 咱们来看东线段巴斯地区 在俄罗斯车站的桥梁在伊九姆附近被炸毁 画面中显示是乌军等俄军车队经过时才遥控炸桥 致使桥两端的车队就此分离 再来看南线赫尔松 说向赫尔松方向反攻的乌克兰军队 今天开始对赫尔松机场的俄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 赫尔松机场已经被俄军占领了一个多月 在这个期间 乌克兰军队曾两次对机场进行过袭击 摧毁过俄军的直升机编队 炮击过俄军指挥部 这一次乌军的反攻是要彻底解放这个地区 夜空中能看到乌克兰军队的重炮 不停地对机场附近的俄军阵地轰炸 机场内停有俄军的飞机坦克军车 以及其他的物资损失是非常惨重 估计明天俄军的战损就能统计出来 赫尔松如果能被乌克兰军队尽快拿下呢 对马里乌波尔的解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乌克兰军队可以切断克里米亚与东北方向的俄军的联系 发动对克里米亚的进一步反攻 在俄军黑海舰队受到沉重打击后 俄军军舰也会消停很多 这就给了乌军更好的反攻机会 现在乌克兰军队手中的反舰导弹 已经压制住了俄军海上的优势 在自己没有海军的情况下 避免受到来自海面上的袭击 对此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对提供先进武器的国家表示非常感谢 他说感谢那些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后 支持乌克兰和援助武器的国家 尽管这些武器援助的问题 因拖延使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丧生 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 急需大量远程和重型武器 给了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他对那些为国家领土完整 所死去的乌克兰军人 特种部队 警察侦察员 消防员 以及国际友人 表示感谢和默爱 那些为乌克兰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活着的人已经再也看不到他们 就让幸运存活下来的人 对他们默爱一番钟 以纪念在这场战争中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得到了永恒的平安 让所有得到他们保护的人 留下对他们的记忆 咱们再来看马里乌波尔 说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港口 亚索团指挥官和第36海军陆战队旅指挥官 昨天就36旅突围行动发表了联合声明 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马里乌波尔的情况 从目前消息综合分析来看 投降突围和抵抗都有部分的真实性 不能排除一部分36旅官兵投降了 还有一部分人突围到了亚索钢铁厂 跟亚索营会合了 还有一部分人坚持不退 仍在综合体战地上的某个角落里坚持抵抗 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 犯战40多天 36旅已经相当的不易 既然弹尽粮绝 连敌人身上的弹药也无法继续搜集到 那么接下来的抵抗也就失去了意义 即便投降 他们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马里乌波尔是一个象征性 远大于实战意义的城市 马里乌波尔远离火车干线 它不是一个铁路枢纽 只是铁路线的一个末端 途经马里乌波尔的高等级公路 远在钢铁厂火力所能触及的距离之外 马里乌波尔港并不是唯一的黑海港口 俄军之所以要围困这里的乌军部队 可以说是完全冲着亚苏银这个名号来的 其实亚苏银更是一个象征性远大于实际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乌克兰境内 类似亚苏银这样的民兵性质起家的部队有很多 而俄罗斯早早选定了它 作为所谓的纳粹化的代表性符号 因为打着去纳粹化的旗号出兵 如今俄罗斯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下马里乌波尔 这是他们唯一一个渴望于最近获得的胜利 拿下马里乌波尔 其实对于俄军军事行动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对于俄国内宣传战来说 就具备一定的意义 所以马里乌波尔守军已经超俄完成了作战任务 他们有力的吸引和打击了数倍于自己的体量的对手 让俄军腾不出手来攻打乌克兰其他的军事要地 纵然马里乌波尔陷落 对于乌军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军事上的损失 当然马里乌波尔对于乌克兰东南部地缘格局来说 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座英雄城市可是出现过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第一位著名的连锁餐厅威朗披萨的联合创始人 拉斐尔·阿嘎耶夫 这位老兄本可以不上战场 但是他说做披萨是女性做的 作为男人就必须拿起枪冲向战场 能把餐厅做到连锁并且还是著名的份上 拉斐尔·阿嘎耶夫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就是这样一个人能主动的拿起枪走向战场 并且去往的还是最为残酷的马里乌波尔 这份英勇就让人感动 然而拉斐尔·阿嘎耶夫在战场上不幸殉职 他到底没有看到乌克兰旗帜飘扬在胜利的天空 不过相信乌克兰人民不会忘记他 每次去维朗披萨吃饭的时候都会为他默默祷告 第二位乌克兰边防部队高级指挥官伊霍尔·达什克 达什克最后的战斗位置是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广播电台 为了不让敌人控制电台 继而进行宣传达什克引爆了炸药与俄军同归于尽 在最后时刻达什克对着广播高声吼道荣耀归于乌克兰 第三位则是个幸运儿 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格尔蒂安克 是一名只有20岁的乌军战士 他在战场上受伤成了俘虏 但他择机逃了出来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跋涉 幸运的被乌军救下 送到医院后才发现他的心脏部位重大 连给他做手术的医生都说 他能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 坚守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年轻战士说 俄方的强大炮火正在摧毁这座城市 然而这都是徒劳的 我们将加入欧盟 我们将重新建设这座城市 战后这里将变得像英国一样富裕 人民像波兰一样友善 爱情像法国一样浪漫 华尔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盛开 乌克兰的工业品将变得像德国一样精良 然后从马里乌波尔港运往全世界 虽然那时年轻的我们 已经为了这一切的美好 笑着长眠战场 祖国万岁 乌克兰万岁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